歡迎來到教育廣播電台拍律遊樂園節目 我是袁永鑫 今天在行動會客室裡頭非常開心 請到吳問發 老師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吳問發 而且你有做功課喔 你還先上我們youtube頻道看我怎麼訪問人喔 為什麼 不是啦 我只是想說要先了解一下 這就大概看了 會有恐懼嗎 也沒有 因為我知道老師是非常的資深 然後又是金曲的 資深只是老比較好聽 不是不是 我想是要尊重嘛 所以還是要做一下功課 所以這場訪問沒有恐懼的總和這種感覺 還好還好 放輕鬆 對 你沒有去打電話探聽說 欸 袁老師都問什麼這樣子 沒有啊 沒有 還好 我還以為有時候你會打給小安安啊什麼的 哈哈哈哈 小安安是 是我師兄嗎 是啊是啊 不然你怎麼叫他 就叫李安啦 哦 李安也ok 對 不然就師哥這樣 我叫小安安比較 小安 好 溫芳在這個新專輯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先講一下這個製作 跟整個的過程 然後 比如說 寫歌啦 選歌啦 曲序啦 這些想法 嗯 好不好 嗯 這些歌創作的時間 就是我 大學四年級 然後一直到畢業後面的三年時間 寫出來的 然後 中間有一大段時間 就是我剛 簽進唱片公司的第一年 哦 那個時候我 很瘋狂的在寫歌 因為 那時候公司其實 他對你還是在觀察期 所以其實沒有太大的動作 可是 觀察你什麼 會不會易胖體質 哈哈 沒有 可是因為我自己以為 簽了就應該很快會有動作 就發了這樣子 對 我自己以為 就等很久嗎 等還蠻久 真的啊 你簽得到發這中間隔多久 四年 哇 又可以生兩個小孩了 就讀完一個大學 對啊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不然我就每天都 等一下 嗯 怎麼了 會不會越等越焦躁 會啊 一定會 而且我個性又很急 大概在等了多久以後 比如說半年一年兩年 你開始出現這種 到底有沒有可能發片了呢 這種問號出來 第一年上半年就有點 是受不了 了解 所以那時候每天都寫歌 可是就不管好的壞的 我就一定硬要 等一下每天都寫歌 你應該寫得上百首囉 如果這樣講 有有有有 一百多首 一百多首 然後精選這十幾種 十三首 對 所以還有一百多少首在家裡躺著 對 可是有很多首一定是狀態不好的情況下 硬寫的啦 因為為了想要有東西讓公司看到 我有認識一個女生 然後她跟我說每次只要驚起來 痛到受不了 她的靈感就大發 真的假的 然後我就說那妳最好天天來 她說那會雪崩 我就說妳就寫一首歌 跟雪崩有關 哈哈哈哈哈哈 她會受不了啦 妳的狀況是怎樣 妳要在那種壓迫感很大的時候會寫歌 還是妳一定要那種 哇我要很放鬆 沒有壓力了我才能寫歌 妳的狀況大概接近哪一種 我發現目前釋出的歌 最多共鳴跟怎麼點擊率最高的那些歌 都是在比較放鬆的狀況下 哦 因為那些歌就不是我硬要說我今天要寫一首歌 或是我要寫什麼類型的歌 那些歌反而是有時候躺在床上 然後回想一些事情旋律就進來 哦 就可遇不可求的狀況 所以妳是屬於那種躺下來寫歌的人 我覺得我是需要很 最後還是躺下來 什麼意思 就有歌啦 對啊 我是需要很放鬆的狀況 從妳要月經來了才能寫歌好 對對對 對對對 對 對不要讓自己這麼痛苦啊 對不要生理痛才生出歌 對對對 好啦哪幾首是妳最滿意的 最滿意的喔 我很喜歡闖關遊戲 為什麼 妳有打game喔 呃 我就是因為不會打game 所以我才把它寫成歌 所以這是一個在 自己知道無能的狀況下寫出來的 就是打game那個我都是 比如說玩超級瑪莉 我是自己跳到坑 妳玩那麼古老的遊戲 因為我不會玩新的東西啊 我以前就有東西都是跟著我歌 她在打遊戲 所以我跟著歌時間我介紹幾款APP跟你下載 好好 我知道最近有很多新的遊戲 每天都有 我都沒有跟上 我就覺得以後的代溝齁 不是我們沒有一起長大過 而是我在妳旁邊長大 妳卻不知道我玩什麼 哈哈哈哈 就是資訊太快了 對 東西太多了 對對對 如果現在要跟大家講說 玩開心濃妝 什麼 那是上個十年的事情了吧 對 對不對 對 Tandy Crush 那是三四年前的事情 喔 哈哈 那好像也是四五年前 所以我還在瑪莉歐 對 然後瑪莉歐想 欸妳那個是上個世紀的 很久之前的 對啊妳怎麼會 妳跟被誰影響的 沒有因為瑪莉歐是小的時候 哥哥在玩 然後就跟在旁邊 喔那是童年啊 對對對童年的時候 玩到現在 我現在當然沒有在玩這些東西啊 我很小在玩 但妳玩它最久 就是 這 經歷過最長的時間 就是什麼理由 我同年的時候是沒有電玩遊戲 真的喔 是玩那個桌遊類的 紙牌那種 大富翁 喔喔喔喔喔 妳有知道這什麼嗎 有有有 我知道 後來有PC版的 就是什麼金貝貝阿特博 對對對 紙骰子走幾個 對 妳聽得懂齁 我知道 我聽得懂 我沒有這麼苦惱吧 現在反問妳比較年輕的 我都好緊張喔 我舉例子我說聽得懂 不會啦 我上課也會這樣子啊 喔妳知道以前有個歌手 萬沙浪怎麼樣 老師她是誰 呃 萬沙浪 為什麼要解釋很久 妳知道她是誰 不知道 妳看吧 妳都不知道 而且我上次舉這個例子 知道的是陸生 才22歲 喔真的喔 然後台灣沒有半個人知道 妳會覺得有點難過了 嗯 好我會多涉獵一些東西 好啦我們先聽歌 我們帶回來了 這裡面的每一首歌曲故事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開開星星邁不向前 小心翼翼不要打架飛 該怎麼飛 前前後後春都不得分數 歸零再來一遍 喔 又踩到地雷 沒有天天再過年 壞心前抱架也只有一下子 窗關不過如此 到無聊就 偷閃一下子 偷閃一下子 對 後悼閃便 走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中文版李文友唱歌曲 是是是 我就想說哇原來迪士尼的歌 出片密度比較高的那幾年 因為她都會來上我節目 然後原來她帶她姐姐來 然後我們見面就是你知道非常美式的那種擁抱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的胸部跟她的胸部都很大 所以她姐姐就突然把手插到我們兩個肚子中間說 噢你們兩個身材好誇張喔 兩個都摸到了 兩個都摸到了 真的是上下幾首 這個畫面太好笑了 這很美式的人吧 對對對對對 然後我那時候也覺得欸這畫面挺有趣的 所以李文是妳第一個icon 第一個影像這樣 就是開始喜歡唱歌的一個影像 可是寫歌的跟唱歌又不一樣了 不一樣不一樣 哦 李文是開始喜歡聽歌 然後喜歡流行 中文流行歌的一個開始 然後後來寫歌是因為看到戴佩妮 佩妮 對 哦這兩個身形跟身線都不一樣 差很多對不對 而且一個很動感 然後一個比較就是文藝一些的 嗯沒錯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聽到佩妮的歌是因為 你是成長期遇到什麼 挫折嗎 對不然轉轉得有點大你知道嗎 對啊 就是因為可能不會跳舞吧 所以 哦 本來喜歡一個那種海派的 突然清舊小菜好了這樣子 就是沒有啦 因為是聽到佩妮的歌就覺得 他的歌 你聽到不是只有流行抒情 是 就是他還有很多是 呃那些比較沒有主打的歌 是很有態度的 哦OK 對音樂性比較夠了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佩妮是個Rocker妳知道吧 我知道 從4T要講那次上就知道了 是是是 對 所以從李文到戴佩妮 嗯 嗯 然後 你現在會覺得寫的歌 有受到他們的影子或影響到嗎 還是你內化了 你已經覺得自己是 完全可以代表自己的東西了 那個時候 開始在唱歌的時候 其實會學他們 會學他們 但是我知道這樣子 如果我真的想要走歌手這條路的話 我知道這樣子好像不太好 對啊 因為我們不需要第二個李文 或第二個戴佩妮啊 對對對 我們需要一個獨一無二的溫放 對對對 後來我就聽了蠻多 像國外或是日本的愛的魔幻 哦真的啊 對 那是Psychedelic 對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聲音跟那個主唱聲音蠻像的 對對對 後來就多聽了一些國外的東西 然後就慢慢的去綜合 我自己很喜歡的優點 是 對對對 所以就有了這一張 嗯 作品出來了 這一張作品一開始打的 孤獨的總和 是 也是你最喜歡的作品之一 是是是 嗯哼 要不要先講一下這個歌 在一個什麼樣的 月黑風高 夜深遠近 還是旁邊有人在吃便 當你受不了的這種 這首歌就是躺在床上 寫下來的 我知道你會播你的歌 我都會想說他躺在床上 什麼樣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就是上來台北的那個第一年 你躺在床上是怎樣 就是一個大字型 然後這樣什麼也不錯 就開始思考 對 然後我也沒有爆吉他 因為有很多歌其實是 有時候先彈和弦 你知道我們男生 躺在床上只會打手機 遊戲啊不然的 玩遊戲 現在人都是這樣啦 對對對阿 對阿對阿 以前沒有手機就是打別人 對對對 我不知道怎麼接了 你有聽懂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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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就是 久不久都在叫了 哈哈哈哈 這樣會錄得進去嗎 是 哈哈哈哈 就是我那時候上來台北第一年 然後因為其實 喔這歌是很早就寫好的 對很早就寫好 因為它20... 不不不 2013年 是 就出現在偶像劇的插曲裡面 是是是是是 對然後那時候這張專輯也都還沒完成 這歌算是你的一個生活日記囉 是 是 所以每次只要表演這個歌 那些畫面都會一直在出現 可是其實近期表演的心態已經有點不太一樣 喔怎麼說 因為一直重複表演了 不是不是 因為有時候可能到不同的環境 然後 有時候可能是商演 有時候可能是校園 你總不可能一直在很悲傷的唱孤獨給大家聽吧 可是下面搞不好很多人都想要聽你的孤獨啊 真的喔 然後大家都孤獨了才有總和嘛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自己有時候很容易受自己情緒的影響 在表演的時候 我可能會把它變得比較是幸福的總和 幸福的總和 對 喔 那也許再寫一首幸福的歌 不是很好嗎 好也可以 對啊對啊 專輯其他有一些歌 像第一首歌是開歌齁 那歌迷就很長齁 如果世界只剩下你和我 我一直覺得聽這個歌好像它更適合做Ending 為什麼把它當開場第一首 因為可能整張專輯的概念就是 孤獨女生 嗯哼 那所謂的孤獨是 我 我還有音樂 嗯 我希望可以透過音樂 跟大家一起分享裡面的東西 所以在這世界上如果只剩下你和我 嗯 那我就用這些音樂來包裝 來包圍我們兩個 一起進來聽這首歌 你唱這些歌寫這些歌的時候 都有假設一個 會聽歌的對象 或者是要跟他說話的對象嗎 還是沒有 你只是想把情緒就放出來而已 放情緒比較多欸 放情緒比較多 對 而且有時候這些歌 我不喜歡去解釋太多 嗯 我當然會跟你分享說 我當初寫的出發點是什麼 我的心情是什麼 我們之所以會這樣問是 因為常常 比如說我們做節目 就說 唉 我不曉得怎麼講這個情緒 我點一首歌給大家聽好了 就懂我的意思了 所以我們會很合理的去想說 寫歌的人可能就是他有一個對象 想跟他說這些話 但是講不完聲啊 講不通啊 好我唱一首歌 聽聽看你也許就懂了 所以我會認為說寫歌的人 是不是有一個假設對象在前面這樣子 我其實真的沒有特定去假設欸 真的喔 就是心情的抒發比較多 所以這裡面沒有一個歌是特別為誰寫 或講給誰的那種 其實 喔我看一下 有嗎 還是有 留給你的愛有啦 喔留給你的愛是有 留給你的愛就是寫給家人的 喔喔喔 還有繁星也是寫給家人的 喔兩首歌給家人的 對 其他的歌就沒有一個特定的對象 就是心情的抒發比較多 有一個對象到底 比如說有一個家人這樣的對象 到底寫起來 你會覺得比較好寫 比較有感情呢 還是說你放情緒這種事情 對你來講比較好寫 我覺得放情緒欸 比較好寫 因為 嗯 有時候如果你假設一個對象 嗯 那個東西可能會變得比較局限 那像是留給你的愛跟繁星 嗯 他也不能說局限 應該說他的目標比較明確 嗯哼 就是我寫給的那個 那個對象 跟我要抒發的那個感情是什麼 耶 對可是如果像 我愛上的馬拉松 嗯哼 有的人聽可能會覺得是一個 追夢的過程 怎麼堅持下去 嗯 然後有的人聽可能會覺得是 嗯 一段戀情 怎麼持續下去 怎麼一起跑到 嗯 結婚的這個階段 或是未來一起 太無人生的階段 是 所以我不喜歡去假設 嗯 設定一個目標 告訴大家說 你要聽這首歌 你就要放什麼心情進去 喔 我希望是大家 呃當下 或是他們目前的生活狀況是什麼 喔 然後進來聽這首歌的時候 他們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感受 我一直以為就是 創作者如果有一個 傾訴的對象 嗯 他就會靈感 源源不絕這樣子 其實也會有啦 也會有 對可是這張專輯 我可能放情緒的會比較多 所以你這四年裡頭 寫歌 用情緒 寫給家人 你都沒有在談戀愛嗎 有啊 所以現在是進行事啊 對啊 哦 那沒有寫任何一首歌給你的 這個人嗎 孤獨的總和 你幹嘛寫這種歌給他啊 總和就是一個啊 哦 他姓總教和啊 不是 因為所謂總和就是生活的全部啊 就是親情愛情有情 所以這些歌發表前你都給他聽過嗎 沒有 嗯 為什麼呢 我以為你寫歌 尤其特別是寫歌的人 通常是給身邊最親密的人 真的喔 我不會這樣 我甚至連 你聽看看 我甚至連寫給家人的 要不然就都不寫 像最近徐佳穎 他怎麼了 啊就熱戀中啊 哦太幸福 啊我那天就問說 欸你最近怎麼這麼沒寫歌 嗯哼熱戀 哈哈哈 先享受一下 這樣很好啊 別人假開心就好 享受人生 對啊 那你現在宣傳期 你就把它亮在一邊的意思 我希望是可以整個完整的東西 像拿著這張專輯給對方聽 所以你這專輯一出來 趕快充訊拿給他了嗎 沒有 叫他自己去買 哈哈哈哈哈哈 對 我還有工作要做 哇塞 我突然覺得他好像是一個小狗的寵物之類的 就是主人要忙你去旁邊亮 開玩笑 哈哈哈 好 所以 情緒對你來講 反而是創作的第一個要素 對對對 嗯 嗯 是一直以來都這樣子 一直以來都是欸 可是情緒很多種欸 可能有憤怒的 也有幸福的 嗯 也有消極的 也有樂觀的 你是處在哪一個天秤的哪一邊多一點 負面的比較多欸 喔真的喔 對 你是一個負面能量會比較多的女生喔 會 因為像這張專輯那時候 剛發行的時候 嗯 然後那個博客來上面就有排行榜嘛 是 我是第一個 然後同事就很開心拿給我看 然後我就笑了一下 然後自己默默心裡想說 是因為這時候沒有人發片吧 哈哈哈哈 然後同事看了我表情 然後說你是不是在想說這時候沒人發片 對 我說你怎麼知道 欸 就是我會比較 把事情都先想到比較不好的那一面 對 那如果這張是比如說 i2第一名 哇那是打敗全世界 嗯嗯嗯 那你還是會這麼認為嗎 就還是會默默的覺得 就是這一天全世界沒有人發片 哈哈 對 你一定要這麼消極嘛 因為我是會很容易把狀況先往最糟的方向 等一下 你從小就這樣子還是 個性本身如此 還是你後來 長大後慢慢變成這樣 我覺得是因為 去比賽的關係欸 比賽怎麼了嗎 歌唱比賽 因為那時候 就是會有人評斷你啊 或者是老師給你一些 可是 比賽的本身就有 好不好 兩種都會有的聲音啊 但是因為那時候自己得失心可能太重 嗯 所以當別人給你評論的時候 你自己會很容易受打擊 就是會變得很沒 你是一個很容易受別人影響的人 會 很容易 就會很沒自信 所以我今天說欸你很瘦 要不要多吃一點你就會吃多一點嗎 不會 你看嘛 可是我說你好像有點胖 你要不要減肥 你就會 我就會 你看吧 就是別人的話就很在意啊 對啊 萬一有一個人故意要衝康你 那我可能很容易就掉進去 就陷阱啊 對啊 嗯 所以我專輯就寫一首不讀不回 這歌就是在講這個事情 對 就是希望我可以不要聽太多別人的意見 我可以做我自己多一點 那你也可以已讀不回 為什麼一定要不讀不回 因為已讀就確定會被影響 對啊 是喔 嗯 嗯 大家可以留著手機號碼給我 沒有啦 什麼意思 就是窗鼓勵你啊 喔好 對啊 欸我很會鼓勵 謝謝老師 通常被我鼓勵的都得金曲獎 喔真的喔 我很希望 哈哈哈哈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請高牌表示著去處 一個剛剛好兩個不先少 三個亂亂摸不著 終結萬題的濃霧 因為我的真心難說服 不是不在乎只想消除 恐懼的下一步 不讀不回 新鮮的分杯 情緒在定飛 攪拌咖啡杯 好讓彼此的世界 暫時冷卻 不讀不回 營造的錯覺 好像無所謂 隔絕了誤會 想獨自面對 一個人的時間 繼續回到今天的現場 教育廣播電台的 拍律遊樂園節目 我是袁詠卿 今天很開心 溫芳來到我們的行動會 可是喔 我慢慢的可以從這 短暫的聊天當中 越來越認識他 然後我覺得他真的需要很多的 可能是他剛剛講的 他現在在他比賽的那個得失心 你現在對於被聽見跟被肯定 是有一種渴望的對吧 很渴望啊 而且畢竟等待的時間很長 然後之前又一直不斷的在比賽 假設 明年入圍了新人獎 搞不好有些詞曲還入圍了 先不要講得獎 因為入圍你要打敗上百千人 就已經很可怕 只有前五名 你就會有一種什麼樣的感覺了嗎 我覺得自己信心 第一個信心會變得更 可是按照邏輯不對啊 你剛剛講的是 可能沒有什麼太強的敵手出現 你剛剛的邏輯是 你剛剛的邏輯跟這個反應 都已經是金曲獎 這麼指標性的獎項了 剛剛都說第一名就說 沒有人出片了 你剛剛的邏輯是這樣耶 沒有如果真的可以入圍 他已經是一個很指標性的獎項 所以那個對我來講一定是很大的肯定啊 我覺得我應該會不會像現在這樣這麼沒自信 哦 所以 金曲獎超有那個生殺大權 會對你的自信心有很大的那種 對 好恐怖喔 不過就幾個評審 就在裡面吵吵架打嘴巴 然後就拱出一個人 欸那個對大家來講很重要 對啊 我問你喔 你小時候 比如說看頒獎典禮 你曾經有過那個幻想 哎呀我會不會有一天站上去 說謝謝爸爸媽媽這些話 很長啊 真的啊 你怎麼有做過這種幻想跟夢啊 真的啊 真的 我以為大部分的人看那種頒獎典禮就是 欸這件衣服還不錯 喔好醜的造型 我以為大家看的是這個 結果你不是 沒有 你真可以想像我有一天能不能站在台上 對 而且新人獎就是只有一個機會 是啦 這真的是 然後就覺得這個東西其實很不容易 可是得失心太重的人好像都比較容易憂鬱症 對啊好像是 我沒有啦我很健康 你裝的 哈哈哈 我沒有啦 這跟你前面邏輯不符 哈哈哈 我沒有這麼糟糕 哈哈哈 所以入了圍有沒有得就不這麼介意 還是會有得 沒有啦就 還是得 你看嘛 你馬上就 我 我覺得你心裡太多 太多OS 對 我問不出一個正確的或靠近你真實的答案欸 因為你自己都不這麼確定啊 前面說有入圍 不要啦還是有得比較 你 這種東西就很難說嘛 你只能盡力做好你該做的啊 等一下 今天都才這樣 那到明年五六月那個時候你會怎樣 我好緊張喔 不知道 你會不會一聽到入圍名單就哭了 然後得獎名單就崩潰了呢 以我的個性應該是會哭 哈哈哈 你可不可以有這麼大的壓力 好 因為你已經很辛苦的花了四年 做了一個很棒的作品 對對對 對對對 你已經有貢獻了 你不要為了一個比賽 一個獎 不會啦不會不會不會 有你會 哈哈哈 不會 我可以很好的 你沒有錄影喔 我們Youtube到你播 哈哈 我 還是我現在要在這邊講感言 貴公司師 貴公司師在教的很好 哈哈哈 等一下 你出片前有被安排去教什麼肢體課 什麼媒體應對課的這些事 有有有 有上媒體應對課 可是其實我都沒有照著 公司 就是不是說沒有照著邏輯來走 而是說我比較prefer照我心情 或是照我想要說的話來說 是喔 你有跟公司特別溝通什麼 有有 他們也覺得很ok啊 照我自己的話來講 其實這樣真的比較自然 不會跟你說 如果遇到這種問題就可以說不要回答這樣 不會不會不會 喔 那你對未婚生子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還蠻ok的啊 哈哈哈 開心就好 因為現在少此話 我都鼓勵大家 有沒有婚姻沒關係 孩子先生下來好 對啊而且小孩這麼可愛 不要墮胎喔 嗯好 為什麼要跟我講這個 還語重心長的跟我講這個 我覺得你是會那種 真的假的 然後突然閃婚之類的嗎 你先閃身吧 喔閃身 對對對 還沒這麼快啦 我才剛起步第一張欸 哈哈哈 剛生一張 先專門出來 對對對 十三首歌喔 這十三首歌裡 有沒有哪一首歌寫得特別的辛苦 或唱的時候 唱得特別的用力這樣子 煩心 煩心 欸跟家人說話 怎麼會特別寫得辛苦啊 這首歌那時候寫的狀態就是 家人離開啦 喔是喔 對 然後因為那是第一次真的這樣面對勝利四別 因為小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是 可能是阿公阿嬤啊 離開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因為跟他們的感情沒有這麼的深 因為只是過年過節才會回去 而且年紀又很小 對 所以還沒有這麼大的體悟 後來是長大遇到比較親近的家人離開 嗯哼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一邊流眼淚一邊不知所措 我就把它寫下來 那個有改變了你什麼嗎 我覺得應該是更堅強吧 更堅強 對 因為如果之後再遇到這種事情 我的想法應該是 這是人生逼近的過程 親近的家人離開 嗯 跟很愛的另外一半分手的 傷痛哪一個對你來講打擊比較大 好問題齁 嗯 我覺得應該是離開這件事情吧 離開 但是你真的從此以後都再見不到他 分手指的你反正還活著嗎 哈哈哈哈 就還可以當朋友 還可以當朋友是不是 對對對 這是假的啦 應該吧 啊 因為我問過這個問題 大部分女生都是比較不能接受被分手 哦 因為他們覺得家人總有一天會離開 我得到的很多是這種答案 蛤真的啊 嗯 對 可是我覺得分手 那個就是你們真的不合啊 那家人是永遠是一輩子的事情 欸 因為我們都知道 人在十幾歲會有一個叛逆期 嗯 所以可能在那個時間過了之後 跟家人就沒有 那麼絕對相處的長時間了 嗯 對對對 可是這個在你旁邊的人 可能交往了三五年 你會覺得我是天天在一起 那個濃度很高 很重要 對對對 我大部分女生給我的答案是這個啦 所以你還比較跟他們不一樣 是讓我蠻意外的 嗯 可能因為最近宣傳起什麼 然後又 也可能你沒有被分手 都是你把人家分手啊 不是 沒有 沒有這回事 真的沒有這回事 看著我的眼睛 沒有這回事 你只有被分手的份 對我被分手 是假的啦 我都不想講了 真的嗎 就是年輕的時候 我也沒有談過幾段戀愛 為什麼要這樣逼我 可是 發球權都是女生先說了算嗎 沒有沒有 我是很膽小的那種 就是要在一起是對方提出來 分開也是對方提出來 喔你是這樣子啊 對 哇 那你要謹慎伴侶這件事情 對 因為你有一點 逆來順順 對對對 我不會主動 你說了算這種個性 對男朋友算是欸 嗯 很多女生都會這樣子吧 可能我認識的女生都不太女生吧 哦 哈哈 就像我認識很多男生也不怎麼男生 哈哈哈哈 時代在改變 我自己也必然 自己適應這種趨勢你知道嗎 我知道 對 就我現在看到越來越多女生唱歌就是很man 男生唱歌像輕人 你知道嗎 嗯 這樣好有不一樣類型出現 所以就我們必須在面對這些一個越來越性別不太明確的時代這樣子 也沒有不好啦 就是發生了嘛 對對對 但有些長輩對這個會有意見 對 那我們還要去跟長輩說 啊那個 我們要包容這種藝術 那是藝術 對對對 對對對 他也不偷不搶啊 他也沒有偷點嘛 對不對 對啊 哈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對於你接下來的音樂道路的規劃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就是你要一個很專心的當一個songwriter artist的寫歌的表演者 還是你覺得你要跨到更多的領域你也可能朝比如說製作啦 樂手的範圍或錄音工程啊可以變成一個專輯的control的人呢 還是你也想要跨到其他的領域比如說你可以去戲劇演出或什麼的 你的規劃目前的想法大概有哪些啊 我覺得音樂製作是我現在都還一直持續在充實的 因為我覺得自己懂的東西還沒有很多 然後包括現在就是唱片公司收割什麼 他們都希望demo是很完整的 對 所以我希望可以每一次交出去的東西都是 已經有編曲的概念有想法 所以那東西是我現在一直都想要充實的 所以你現在歌的編曲幾乎也大概都是自己在control 現在這一張都是比較早之前的很多都是一把木吉他 或是一台鋼琴 那東西其實真的丟到外面唱片公司其實大家 因為現在東西都編得很完整 對 demo幾乎都跟完整比沒有差太多了 對大家不會花太多時間去想像說 如果一個太素的東西編出來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說如果以後交出去的東西 希望可以是完整一點的 那你會去研究這些錄音非線性軟體的東西嗎 會啊會會會 也是會的 那麥克風比如說什麼樣的牌子啊 收音的那個 AKG AKG不錯的捏 對 會啊會去研究 像我昨天就在研究有一個APP應用程式 就是他可以下載下來之後拿不同的位置 然後幫你的麥克風測到最適合放在什麼位置 收到重低高頻 對對對 那要接線進去手機裡面 他就是要在一個Wi-Fi範圍裡 哦 好酷 等一下問一下你是什麼 我裡面有影片你看就知道很好用 但是要付一點錢 哦 對對對 因為他要先照你的那個容量跟那個範圍 然後你這個折射的角度是什麼 好專業 還蠻酷的 對 像你現在是用Porture's嗎 我用Logic 哦你用Logic Pro 哦OK也不錯 嗯 像我現在就把我的Console台從Yamaha換到那個Apportree Deway 2 嗯 那個就更小 更精細 然後甚至所有的EQ Compressor都在那個很小小的上面就可以 那可以全身攜帶 嗯 很方便 我們的行動會客是就可以去你床上啦 哈哈 待會床上寫歌 欸怎麼乖乖的 你可以寫我編訪啊 好 對啊 好 對啊 最後還是躺下來的吧 哈哈 對對對 我們今天訪問當中 我們待會我們在這個過程裡聽到的歌其實是 今天現場 嗯 幫我幫我們唱的製品這樣子 好 最後一個小小的問題 嗯 你覺得一個成功的 你心目中當一個成功的歌手 在你曾經那麼熱切的喜歡過李文啊帶陪你之後 也參加過了那麼多的比賽 看過那麼多的表演者的表演之後 你對於一個成功的歌手 你現在的那個標準或態度是什麼 哇塞 嗯 成功的歌手 嗯 好難回答 不行 你要回答我 因為以後你來訪問我這個 就像那個 Jingle一直重播放給你聽 欸你以前是這樣 不要想一下 不要想一下 我需要想一下 我真的需要想一下 嗯 沒關係 嗯 我覺得是清楚自己的樣子是什麼 然後 保持你的個性很重要 不要受太多的因為商業或市場的影響 而改變你自己 雖然講起來很難 但是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這樣 如果 三年五年十年後 你再來上我的節目 結果我就會再放一次給你聽 唉唷 真的很害羞 你怎麼好害羞 有些周華健 有些周華健 有些周華健也是這樣子 我就跟周華健說 欸你十年前有回答過同樣的問題 我讓你聽聽你十年前怎麼回答 周華健好緊張 我說 你可以不要做這麼殘忍的事情 一定會 我怕我變得很油條 我說 你一直是 你一定會害羞啊 就聽到小時候 那好像是小時候的自己在講一些小屁孩的話 搞不好十年後 你被十年前自己講的這些話 又提醒了什麼 好 好希望 加油囉 好謝謝 謝謝 如果我是一朵花 那又為誰而綻放 如果我是一隻鳥 要往何處去飛翔 一顆星星的善良 不足以構成一個星象 一顆大樹的綜合 季節單一的重量 這裡 這裡 藤空和孤寂的環境 我們是孤獨的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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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罵 我們是孤獨的綜合 我們是孤獨的綜合